然后把这个去洗碗掉 放在里头 然后用橡皮锤 敲这边 这些锤才锤的动作 不然向掉的 很紧的 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手按针 不要打到手 很紧的 还好 然后这里 来看一下就是什么 这个螺丝一定要先拧紧的模具上面 一定要拧紧 一定要在模具上拧紧 对 一定要担手把它拧紧 拧紧完以后 如果说这里有脏的东西 要用布把它擦干净 再理解吧 然后再把这个都装在这个上面 装在这个上面以后 然后再拧紧 它刚好是垂直到位置才是对的是吧 没事 你等一下看我呢 看我这边 起码就是超级 拧紧完以后 我们打个电源 来 打个电源 打个电源以后 音波检测 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每次放过这个时候 一定要检测一下 如果说你的模具 如果说你的模具 放的时候没有钻紧 没有钻紧的条样 那有可能这个灯 会爆起 那边如果不行 这边都会 会有异常 会亮的 这一点要很重要 放模具的时候 每次都要有这个工作 要做音波检测 好 然后放模具以后 不管它这个角度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车就是 把这个车 松开来 松开来以后 这个转 嗯 作词 那你讲 这个转 这个拿掉 对 哪边有错 等 手动 按 TreatNN 下来 把这个方向上 嗯 然后 然后 高度部队 把这边 送菜 送菜以后 摇这边 摇探架 然后 把这两面 收起 收起完以后 把这边 直接 收起 它转发了 摇流器可以调好了 那一条好的话 对 然后这里 调试完以后 参加拿回轻重 然后 一样